健康,猪肚一人,肉丝竹笋汤助控制体重,台湾新生报记者李淑玲,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上年纪的老许发现身材越来越胖,似乎快要控制不住,因此,小赖决心靠规律运动,控制饮食等方法进行减肥,然而,小赖认为这样还不够,还希望透过中医药膳控制体重,主要是因为药膳即养生又可当作三餐菜色。 专家看法新北市中医师工会讲师廖保采医师表示,猪肚一人汤能够益气,健脾沥水,运化水湿,肉丝竹笋汤滋养异味,趋食沥水,增加饱足感,两种药膳汤品皆是控制体重的好帮手,想要减重的民众可以当作日常饮食汤品。 每个的体质,状况,体重皆有所不同,建议民众应就近向中医师咨询用法,用量。 猪肚一人汤,液气,健脾沥水,运化水湿衣材料,一人90克,茯苓30克,党餐15克,猪肚300克,食盐少许。 二做法,先把猪肚洗净,处理,煮熟,等到凉了以后切成块备用,茯苓,党餐泡水洗净备用,一人洗净,浸泡三个小时备用,把所有食材,中药材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,用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熬煮至猪肚烂熟为止,最后撒盐调味即可。 一人,资料图库,肉丝竹笋汤,滋养异味,趋食粒水,增加饱足感应材料,竹笋300克,黑木耳20克,猪里肌肉120克,鸡蛋一个,青葱少量,食盐少许。 二做法,先把竹笋洗净,切成丝备用,黑木耳洗净,泡水,切成丝备用,鸡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备用,猪里肌肉洗净,切成丝,放入锅中,加入酱油,泰白粉,少量清水,大约腌渍一段时间后备用,在锅中倒入适量清水,加入竹笋,黑木耳,用大火煮沸再转小火煮10分钟, 放入锅鸡肉煮片刻后再倒入蛋花略煮一下,最后撒点盐,葱花即可 黑木耳,资料图库,本文出处,台湾行声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